好了 各位 回来星期二晚的夺命闹哨 大家看到后面换了这个苦恋的背景 大家看清楚了 其实是一个躺平的抗压力 这个苦恋 大家就苦个弟弟了 开始的时候就讲一些大家开心一下的东西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网络红人 曹总这个Temple歌 我之前听过的 收数嘛 一个月前就很红的 他收数就叫做达朵 达错朵 就是油尖旺猛人达了红什么歌 红的时歌的朵 谁知道被他的门生围殴 结果大家被称为《喜剧之王》里面的甜筒辉 真人版 刚刚昨天有新片 我以为国大传媒正在追踪着黄祖南 红祖南和闪国林 原来不是 风传的其他主流 现在叫做淨化了的香港主流媒体 竟然是即时新闻里面最红的就是Temple歌 昨天又再出来了 曹总 你刚刚说我才知道 你这次是否好像在 他对上那次 很多次了 12月的时候原来有一次 在妙街被人刮的 那次是达错朵 真的吗 不 我这支影片我还没看过 如果你还加上去 其实是在三次 那次是在晚上 以前打地摊 帮人算命 那棵榕树下面 总之一直被人刮 但我覺得這傢伙挺有恆心 他收到陀地 你知不知道昨天那段影片 他去了一個裝修單位收陀地 結果被一班黑幫背景的人士拿木棍圍偶 一路圍偶之後打到爆肝 然後叫他坐下 即場給了一些黃色的液體喝 喝完之後他收到五百元陀地 是 五百元就算是這樣 他本來收了五千元 我想那班人就沒有給他 但最後叫他代穩 給了五百元 那時候是田同輝兩草東西 田同輝也打到爆肝 還要給人回去吃牛雜 起碼是田同輝自己代替 我覺得你大哥 是不是應該找一些田同輝這類人 拿來做教材 你看這些才是老的 這些才是耐用的 對吧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跟大哥跟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反而是很... 不要說賴智 其實大哥你怎麼這麼傻 那你這次還要喝尿 喝尿其實不是最羞辱的了 如果你要數回去的話 我記得2015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 有個金毛男 很厲害 他單拖進去 好像元朗那些圍村 又是收陀地 收數不是收陀地 收陀地 沒有人去圍村那裡收 但是那時候反而被一幫那些村子 又拿了那些金銀衣紙 就叫他們吃 吃灰 好像是生吃 吸香爐灰 然後他一邊在那裡吃 喂不行啊 那些字很粗 是啊 這個叫紙紮薩書米 我記得 是啊 但這個Temple哥很勵志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和大陸一樣的 我看網民的留言很笑 他說Temple的名字很特別 他說沒有那樣就要那樣 因為他爆了一缸的紙巾 沒有紙巾抹血 第一 第二就是要胡子死撐下去收到為止 所以我想那些人就幫他起了一個名字 叫做Temple哥 但他真是老牛 我想他有點短短的 現在那些黑幫都喜歡拍片欺凌 我覺得像風不可掌 我有些同情類的 說真的我不是開玩笑 我覺得他是有一點點 拍完東西的那些 啊 又不是很遲 反而覺得他真的有些清醒 如果成為玩他 因為如果你說 他答錯了這件事 他第二段片《沙琛》是清醒的 他否認自己是片中人 那是好笑的 第二次 他說那個不可能 哦 是嗎 後來給熊X哥的門生去打他 這次就像是去別人的裝修單位收陀地 所以我為什麼會一開始節目提這個Temple哥呢 我覺得找他參選特首最合適 就是那種蝕而不捨去收到500元陀地的精神 是 我想比689是那種毅力啊 強過689 當然689也是一個政治痴漢 涉而不捨都要參選 但是很明顯就是689沒有了那種的 雖千萬人不往義的勇氣 到現在躲在後面 做這個木偶師在操控 是 但是Temple哥不是啊 你看看他 是被人爆了也好 仍然堅持收了500元陀地 沒有停過 只有一個人而已 只有一個人而已 沒有白威姐 沒有屈大媽 沒有李梓敬 沒有華哥正能量 什麼都沒有 單拖上去對著八個人 你想想 我覺得有點不同 如果你說689這隻 如果他可以有些組織能力 作為特首來說 我覺得是犯忌的 就是這樣說 阿爺找一個人做特首 他一定要吃得住他 才找他做的 但如果你不是 原來你有自己的班底 你可以找一些人 你可以做木偶師 可以找到一些人 放荒放鳥 在做輿論道向 那是不是你自己有自己的馬防 是嗎 你一有自己的馬防 你對於中央來說 我覺得不是一個好的條件 我覺得就是 因為最忌諱的就是地方主義 地方主義 有自己的馬防 六八九是什麼呢 六八九 曹宗你有沒有以前看過殭屍片 就是死了的人 為什麼會變成殭屍呢 就是那一口氣 有怨念 是的 有怨念 死之前有導致 死了那一刻 下不了一口氣 那一口氣就在棺木裡 然後就埋在墳墓裡 最終他要破棺而出 就是什麼呢 當那些雙西港師那些道士 懂得拿一道符 一貼到他的頭那裡 他那一口氣就翻生了 好了 六八九的一口氣是什麼呢 就是上一次明明不是我做錯什麼 是因為本地的選委商界和泛民合謀 就是堆壞了他 中央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這次數場就改組整個選舉委員會 這幾道1500人加大了國家隊的比例呢 是因為上次其實是被夾的 你記不記得他十二月上去述職 上一屆 臨尾的時候 是 2011年的十二月上去述職 不是2017好像是 十二月上去述職 然後跟著就 他本來說宣佈連任 誰知道回來下來說要照顧齊恩 是啊 是上面算了 都跟他說對不起 我給不到600票給你 嗯 所以他就是 被成為隱藏 所以就心心不憤 那一口氣 雖然現在已經是成為政治殭屍 但是那一口氣氣未落 所以現在看到林鄭出來 他就要復復復活 因為他是被林鄭加香港商界合謀 加上民主派這樣打倒的 嗯 所以我覺得他的 就是有那一口氣氣 但是他沒有那一口氣氣 他除了數蘋果日報 現在又 除了網絡追擊年輕人之外 羅冠聰的追隨者之外 是啊 問聖誕是多少錢 Temple哥你留意一下他 雖然語無倫次被人打到 但是他那種涉而不捨 坐在那裡是要收到 那五百元陀地為止的那種精神 就令人敬佩的 真的作為一個小混混也好 他也是目標為本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的話 但是你想想這次 我覺得先放風 就說陳馮富珍 接著現在就整件這樣的什麼 藍營 我看01真的是頭尺 什麼說 重大新聞 這個藍營裡面有十幾萬人的KOL 我以為是屈大媽 不是 我以為是 至少有些名氣 不是 寫過兩本治港策略 我和松總每一晚做節目 已經是寫完一本治港策略了 這條閃國林 除了拍戲 又說自己詠春高手之外 又說這個 好像是的士司機出身的 其實 嗯 當然我不是看低這個基層人士 因為經過自學成功 都是一個人版 但是 現在 坦白說 中央到現在都不讓林鄭去罕獻 關於那個行政長官選舉的安排 但是 你就知道她背後 其實 就要把那個跑道縮短 將競選期取消 然後輔助林鄭一舉連任 我覺得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看法 現在2月15號就是提名期 到現在都還沒看見 這個和上兩屆很不同 是 唐堅林那屆 和這個 梁振英那屆 和這個林鄭那屆 其實現在已經登了憲報了 競選期什麼時候開始 選舉期什麼時候 選舉指引是怎樣 喂大哥 現在連怎樣玩法都不知道 有沒有得選都是說的 嗯 未有 現在是現報未刊登這個法例的 這個可能性很多 你看到最棒的那個 你說謝偉俊 他早就說了 甚至乎 這個普選都有可能 他說習大大不簡單 就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 既然現在呢 就是 整個 選舉制度完善了之後 就不怕被你普選的了 不怕被你普選 就是有人選 那你01 其實最早傳出來 其實是去年已經傳的了 陳馮富真的是 我記得他說 八匹黑馬 那時候是有李國章 李國章 李小嘉 高佬陳 德立 白頭佬 陳茂波 白頭佬也很問 陳茂波也很問 這幾個 你那時候 你看到很早已經有這些選擇 這些 所謂的黑馬 那現在 上個禮拜 01已經說過 接下來這兩個禮拜 我想最快下個禮拜 就會有排名表 那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人選的話 下個禮拜應該差不多陸續入閘 但是 如果你說剩下的時間是這麼短 我想 其實你現在 正式選的日期 就說三月下旬 但是細節現在是完全不大 其實要選就很快 因為其實那裡是一千五百個人 去選的事情 其實是很短的 但是當然 要一千五百人去選 其實都可以搞得很複雜的 因為如果又記得去年 這個選委會選舉來說 都搞得過夜通頂 都出不了結果 所以最近才在選委會 有一個人要問責 複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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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 會不會是 這個換了之後 就確保呢 這個特首選舉 可以順利進行 但是其實你搞這麼多事情 又要躲又勞 其實這些都是多餘的 就是你和你上次的特首選舉 更加不如的事情 就是上次的特首選舉 起碼還有些空襟 很早的時候已經放行了 給曾俊華去選 大哥你現在 你剩下的時間這麼短 你好像石頭 要石頭爆出來 這樣子 然後就說 幾個人去跑馬仔 如果你甚至乎沒有 你只剩下一個 我覺得不如你這樣吧 如果你玩這個煮飯仔 玩到這麼上癮的時候 你找到娥姐出來選 就可以了 陳月娥 也是林鄭月娥 我覺得這樣才是捧她的方法 但是燒鵝對蒸鵝 大家興趣不大 反而如果你說這個 油雞 雞鎮 雞鎮 雞鎮燒鵝 鄧老鷹 加片西班牙火腿 我覺得很棒 但是現在就爆了一個 叫做深藍 KOL 閃國林 我覺得這個是爛頭卒來的 除非你打龍頭 Temple哥 難頭卒的意思是一個放出來的惡狗 我覺得這一屆的選舉 有一種感覺像什麼 有一個 曹總有沒有看過一個叫做皮鬥系列 在皮鬥裡面 他就要好像 我剛剛看了劉兆佳的訪問 他就說中央不再要西方色鬥形象 辯論這種選舉模式 告別這個 所謂的西方民主模式 那就要在暗地裡 向政治精英爭取支持 所以林鄭提出北部都會計劃 和這個 嚴厲檢疫 抓了那幫人 是有原因的 就是叫做爭取 1500個建制愛國精英的支持 其實在暗地裡進行 然後就鬥人物 鬥政治能力 和鬥這個 執行力 那就不是鬥公開的辯論 和公開的形象 所以就縮到那個 競選期就很短了 可能是叫做短跑 好啊 由這個200公尺就縮到100公尺 縮短一半的時間 那就大家不需要再在社會裡面 好像這個 薯片叔叔 胡國興對林鄭這樣 因為上一次的教訓就是什麼呢 林鄭的民望是因為選舉期而暴跌的 結果一上場就連Honeymoon也沒有了 現在我相信他既然性勸在握 就不想把這個選舉期提早開波 而689陣營我覺得 那算盤是什麼呢 就是想重複 他就想做回當日的薯片的角色 特襲 他想特襲 那時候就等於特襲 像唐英年一樣 不特襲是不能贏的 他唯有蒙運到入閘 這個很重要 而他的人脈 他要拿足五個界別的提名 是有能力的 我覺得 閃國林是沒有能力的 第五組別如果中央不開綠燈 閃國林只可以聲稱參選 然後去到提名期就做主攻守 就天天在炮轟 以這個宣佈參選人 不是候選人 以宣佈參選人的身份 來去清算林鄭 你看到01 現在社論開始在清算林鄭 逐樣清算她 就數她有什麼政策做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閃國林 就是一個爛頭卒來的 真正後面 現在仍然蠢蠢欲動的 仍然是六八九 就是六八九現在 所以很多人說 你知道潘麗瓶停了明報的專欄 我今天朋友傳來就說她是最後了 她就寫到 我想她是不是其實在埋領班呢 因為你知道爆咪姐也是當日 CY競選的時候的咪手 主力來的嘛 其實是主力來的 現在就告別這個明報專欄 我想就埋領了 當然是 這篇就是她這個 向這個 say goodbye 這樣 其實都不需要跟我們say goodbye的了 因為這個爆咪姐的文章 我們不需要在明報看到的 上次寫中沛權夫婦那篇 已經在網上廣傳了 是 很賤賢 所以這個水平之高 我想這個深藍陣營 心慶得人 回到黨媒寫就最好了 我覺得 但我猜似是埋領的 其實是埋領的 就是埋領這個689 你覺得如果中央到現在 到農曆新年前都未批准登獻部 你覺得689會不會強行闖閘呢 其實 自己宣布自己參選 如果她真的不熟悉她的話 我想連入閘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如果你說同一招 如果她不給競選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她不想林鄭在這個過程裏面 被打到遍體鱗傷 這個只是我覺得最主要的考慮 如果她不是要保留 她不需要將一個勁短期 縮造一個短跑 我覺得葉劉就蓋了牌不去 是嗎 葉劉蓋蓋了牌不去 她起碼沒有上次那麼激烈 你現在看到很明顯有鬥心 那個就是梁振英 你起碼看張志剛 這些就是 但是其實 你上次也看到的 如果你說鬥人物 你鬥政治能量 鬥班底來計 的話 她上次選委輸了那個 馮偉光 馮偉光 是 馮偉光 輸了 其實也是 輸了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警號 對689 她說的那些是很左的 她那時候說什麼 她說要公貿園改革 要AO 所有AO要回大陸掛職 她新疆西藏掛職 這些人是 甚至乎 她不是說要取消英語 作為特區政府的官方地位 其實說過這些事情 當然 你看到現在的特區政府 都是越來越左的 譬如你說你七一的時候 就不再用 就是你的警隊不再用英式暴操 就用中式暴操 但是 即使她是表中表到這樣 在那個選委會辯論來說 我覺得她是最搶鏡的 就是馮偉光 但是都選不到 那證明什麼呢 其實這個世界有所謂的狐假虎威 如果你直虎也不威的話 那你在前面那個馮偉光 又怎麼會算得到呢 他就是想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 當日怎樣打敗唐英年 就顧忌從施 明明是吸手三仔 他就假裝自己有隻煙 一直說服中央 我為你奔走了這麼多年 你讓我入閘 雖然你來定了給唐英年 但是你讓我入閘 因為他一進到閘 其實他已經部署好了 怎樣的唐英年的醜聞 等等那些東西 去找劉夢熊那些人 小桃源那些人 已經全部部署好了 那他入閘之後 一擊即中 收集了唐英年的醜聞 現在我覺得 顧忌從施是什麼呢 究竟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覺得 林鄭有這些性醜聞 或者辦公室裡面 梳化衣這些醜聞 我覺得 一個太匪夷所思 想想都覺得壞路 但是他就想著什麼呢 當然啦 如果他有這些東西 就不用這麼惡毒 現在有什麼關係 很惡 其實有這些東西都可以很惡毒 你有這些東西滋潤不會這樣 你起碼那個樣子 你那些神色 你不會那麼狠 不會這樣養 就是每一個狠樣子 是啊 每一個狠樣子 林鄭那些就是 真是吐了幾十年都沒有人去追 吐什麼呢 吐什麼呢 他就算 雖然結婚了 但是我覺得他跟 那時候 六八九幫他找老公那個 那個女孩子 麥美娟 麥美娟 其實也是差不多 但是我懷疑 麥美娟 如果他找到男人的話 他都會發孝 但是林鄭發孝呢 不要再說下去了 警告你 我們馬上收視 你看看 由9.2K到1萬 現在一直在跌 你不要引導別人去帶風向 想這些事情 真是惡夢 真是 還說林鄭發孝 你真是不要再說這些事情 反正是正題 這個 如果 他能夠 就是 不是 給到六八九入閘 所以一路為何 先傳陳馮富珍 一路試水溫 現在又找一個所謂的閃國林出來試水溫 就是 他現在摸不到 究竟上面 大哥他在搞東奧 當然 我想東奧之前他都不會處理的了 因為他自己一獲足 一會兒說 東奧連這個票都不交賣了 全部要由共產黨組織群眾去看 即是老林 已經決定了 東奧用KLF的模式 就是一場戲 現在東奧已經變了 不是一個奧運會 不公開賣票 全部由共產黨組織群眾去現場 就是閉環式 閉環式 閉環式 或者南馬加速度滑兵 他們有南馬加的支持者去舉舉 不過那是中國人的樣子 全部都是 可能遊客面 他們喜歡 春晚都是喜歡遊客的面 上去扮非洲人 這樣 這一屆應該會很好看 你看到一些假扮非洲人的 拉拉隊的觀眾出現 如果這樣 你要人海 不如你外判阿里郎進來 那些北韓的阿里郎 你判給阿里郎 阿里郎都不來 他怕你那些Omicron 他不是怕什麼 阿里郎大戰Omicron 金仔比你聰明 所以他都不來 但現在問題就是 京澳已經是一鑊足 我猜他就不會 在這個奧運之前 再開多一堂事情 習近平就很簡單 我覺得對他來說 他跟Tempo哥一樣 最追求的都是面子 如果要否定林鄭的 就是說要否定 2012年習近平的決定 你記住林鄭是習近平手握上去的 然後之後2017 然後之後所有的事情 都是習近平支持的 如果習近平永續的話 林鄭我覺得 差不多是督座還是粒 我覺得 然後再看一看 給我看看 我來看 他會不會有什麼 在這兒 那些小型的小型